會心悸會睡不著 其實咖啡的好 我要告訴大家 從頭到腳有什麼好處 欸你知道我們嗎 常常有聽到人家說什麼 欸頭痛 欸可是你知道嗎 喝了咖啡頭痛竟然就好 為什麼 其實市售的所謂的類似止痛藥 它只是因為加強力 只是因為要加了咖啡 所以你只要喝了咖啡 你發現你的頭痛就改善了 包含我們的憂鬱症 我們的躁鬱症 我們胃部 還有什麼 很多人都知道肝不好的人 更不敢喝咖啡 可是你知道嗎 喝了好咖啡 竟然可以保護你的肝臟 它可以改善 例如說我們A肝B肝 還有一個叫做所謂性的酒精肝 一般人都不肝知道 所以你看喔 包含毛囊 它可以改善我們頭皮上的毛囊 的生長狀態 還有我最喜歡跟女生講就是什麼 女生最怕的是一百遮三重對不對 你喜歡黑嗎 喜歡嗎 不喜歡會不喜歡 那你知道嗎 喝好咖啡 可以讓女生臉部的斑點 變淡變少 所以一天兩杯咖啡 就可以抵抗一些紫外線的因素 所以你看是不是從頭到腳 咖啡對我們都有很多很多好處呢 所以接下來呢 我就為大家來如何通讀一下我們現在最流行的手重咖啡 我們現在做悶蒸 那悶蒸我建議各位可以悶蒸三十秒左右 你們的 來 其實它的苦味 還有它的味道會比較重 那從中間開始 你會發現它產生了很多的細緻的泡沫 當豆子越新鮮的時候啊 你會發現這泡沫越多 而且它會補得越來越漂亮 那建議各位在沖煮的時候呢 就是要離濾紙 0.5公分左右 因為一旦你沖到濾紙的時候 它的水會直接下去 根本就不會過濾到我們 我們的咖啡 所以建議各位 你可以畫一個NO 你也可以畫一個十塊錢鈴匹 都可以 那建議各位在兩分半以內 把這一杯咖啡給沖煮完 你們會發現 哇 它其實真的好香啊 有沒有看到中間很多很多細緻的泡沫 那當你咖啡煮完成的時候 好 當你要喝之前 必須要讓它晃動 因為味道才會均勻 我為大家介紹 美人家的Mountain Cabin咖啡 它全部是100%手工篩選 然後呢 是透過水冷卻的方式去做煙磨 會再度產生溫度 讓豆子變得更深烘焙 然後再來呢 它呢 全部都是幫我們今天要細選 所以呢 好咖啡呢 如果你不知道在哪裡呢 歡迎您到美人家的Mountain Cabin咖啡 來市裡美人家的最棒最入質的咖啡 好 以上是我剪載 我的國家會有過的第一句節目 那我來自新竹 我的先借助各位的雙手 我的生命中的貴人是Amy老師 好嗎 謝謝 有人不知道妳有嗎 李鵬毅老師 對 OK 她是我生命中的貴人 那 就給我第一張好了 來 我的第一張 欸 為什麼是這樣 OK 你看到我沒有很驚訝 我要你看的是上面那 欸 上面那四個字 咖啡是法妖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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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呢 沒有發現 欸 我可以先借問你嗎 第一次看到我的人 不認識我的人 舉手好了 我想知道 哇 幾乎 幾乎 太好了 所以我今天來 其實還滿大的產值 我希望可以給大家今天滿滿的收穫 好嗎 我簡單跟各位分享 我學咖啡是在 我剛剛有說 但前面雖然有剪斷 是二十幾年前的事情 我那時候學的是 所以其實我們那時候只有幼稚園 這樣知道嗎 所以不要再猜我幾歲了 其實不少歲了這樣 那我從來沒有 沒有